一直以来,所谓概念车款,是指还处在创意实验阶段,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投产,而是仅仅用于展示品牌、新颖、独特、超前构思的车型。 由于不是批量生产,每一款概念车都得以更多的摆脱制造成本、生产水平、实际需求等方面的束缚,从而尽情甚至夸张地展示其魅力,同时提前预测市场的反馈。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概念车被定义以来,凭借其吸引眼球的特质,每每都是各大车展上媒体、车迷、闪光灯招待的重点。 久而久之,这样的车型不仅成为各大品牌宣传的重点,还俨然潜移默化地引导了极客时代的车市走向。 一直到近些年来,借由百年不遇的能源革命,想要在新篇章开启一时,就最大化强占先机,鼓呼品牌市场中程度。 各家概念车的设计与展示与预发显的剑拔弩张针锋相对。 借由这支影片,我们对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几家二轮传统品牌,适应潮流成前起后发布的一些概念车、新型车,做一个浅显的不完全总结。 期望能同大家一起,一窥机车领域未来的发展动向。 说并哪一款,就是未来大街想象随处可见的车型。 首先来看老牌车厂哈雷,渐渐褪去的客群热潮,接近触底的营销生命,这是哈雷的问题所在,因此拥抱未来变得势在必行。 有关于哈雷的市场复苏计划,坊间一直有很多讨论,而这些计划的其中一部分就包括首款触电车型,生命线。 首先要声明的是,它并不能算是一款概念车,鉴于一经立项就是以量产为目的,哈雷只是粗略展示过一些设计稿和原型车, 而之所以将它纳入这个总结,实在是因为对于哈雷这个称得上最古老最守旧的品牌来说, 敢于冒一众传统品牌之不韦,率先投身量产电动化的浪潮之中,绝对能匹配概念车所对应的新颖、独特和超前。 第一印象,远远看来这款车与一般汽车的差别并不算大,座高设定为760毫米, 搭载易于操作的宽大握把,采用前卫流行的keyless系统, 车身与座椅的线条与位置,也符合主流运动型街车的框架,又同时让人联想到80年代的经典设计。 只是整车总重方面,249公斤的惊人数字,相比同级具街车来说,足足多出了50公斤左右, 确实和人们预想中电动化该有的轻盈感有些背道而驰,这可能就是先驱的代价吧。 不过,随着电池技术的突飞猛进,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当前电池组为15.5千瓦时规格,配合Revelation电动马达, 通过皮带式传动,提供105匹马力的峰值功率和116牛米的最大扭矩。 从3.5秒内完成0至100公里的加速来说,这款车的效能足以匹配工升级重机。 充电选项包括一级标准家用电源插座,每小时充电速率为13公里, 二级和三级直流快速充电,每小时可充电308公里。 官方数据显示,生命线的续航里程为177公里, 实测数据则大约普遍维持在150公里。 尤其对于习惯激烈操作的骑行方式来说,这将会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尽管电量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会激活制动再生电力模式, 可以获得大约47公里的电量, 但这个过程真的会设计相对比较无聊的骑行体验。 不过就同电池总重一样,根据市场已知的技术进展, 这绝不会是什么棘手的问题。 电子功能方面,哈雷也一反常态的,变得现代又精简。 除了标配电控辅助之外,哈雷Connect应用程式可通过智能手机提供诸如充电状态、 充电位置、服务提醒和车辆位置之类的功能。 一切都让人联想到ZERO的特质。 综合上述这些性能特质以及后续的市场策略, 我们还是不得不给予哈雷的新营销团队和管理层相当程度的肯定。 原来他们是用市售量产化的模式打造了一款概念宣传车。 反观,如果认真的把它当作市售车款, 单纯地用销售业界来嘲笑它, 其实可能才是片面和不可取的吧。 接着是来自英伦的品牌凯旋。 大约两年前发布的凯旋T1电动机车项目, 已在其两年计划中成功完成了第二阶段研发。 此次2021年的发布, 进一步展示了官方最大功率180匹马力的电池规格和动力总成原型, 总重仅10公斤的电动马达, 以及未来车身整体设计的构想图。 这项实际上由英国政府牵头, 在英国制造专案框架内打造, 经由零排放车辆办公室规划, 除了负责电池装载和动力总成的威廉姆斯尖端技研, 负责车体设计和最终整合的凯旋, 还整合了沃里克大学、 壁制动力等等英国一众顶尖资源, 以达到英国汽车委员会设定的2025规划目标。 总计四个阶段的专案企划已经平稳实现过半, 在接下来的两个阶段中, 各方面还会通力合作, 在诸如限控油门、 再生制动、 牵引力输出控制等等, 针对电力驱动特性的电控技术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和提升。 有人急不可待的试探市场, 就有人悠哉游哉地暗部就班。 新不急的凯旋自然有热豆腐吃, 等待观望的短短两三年, 电池工艺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不仅让品牌标志性的设计风格, 有了足够的空间来完美呈现, 相信还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会有任何过重的问题。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面对变革, 对比哈雷, 截然不同的商业逻辑, 凯旋的不及不徐, 叙事待发, 完美体现了其欧式复古风既得利益者的好诚以侠。 合作为英伦一家独大的机车品牌, 坐拥体制内各种资源政策优势的一呼百应, 以及甚至可以说放眼世界都不可取代的独一无二的品牌特色。 整合一众优势, 自然是不必费尽心机的秀操作, 反而潜心利用资源优势, 充分发挥自家研发特质, 打造一款不明则已一鸣惊人的优质车款, 确实才是符合凯旋特色的最优解。 长远来看, 如果说旗下Triple系列连续强势出击, 代表了凯旋对主流机车市场春风吹幼声的勃勃野心, 那么最近公布进展的TE1则完全代表了凯旋, 强势复兴, 着眼未来, 紧紧追随动力革命浪潮的决心。 接着来看一部苏可达车型, 作为品牌Next Gen计划的一部分, BMW发布了定义C104, 这款设定为电力驱动的苏可达, 实际上是BMW早在2017年就已经发布过的一款概念车, Concept Link的进阶修正版, 竟由早在2014年起就已经市售量产的 Sea Evolution电动苏可达系列的经验, 二轮电动化对于BMW来说绝不是新鲜事物。 外观上, 大致延续Link的设计概念, 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与我们熟悉的BMW惯用设计语言不同。 本次发表的C104由典型欧洲城区短途通勤得到启发, 强调了BMW Motorrad在通勤方面融入生活的新理念, 明显更延展更沉稳的侧面轮廓, 搭配前端对角线方向上升的线条, 在满满科技感的基础上, 最大化彰显了舒适方便的通勤取向。 坐椅下方与车身融为一体的储物空间, 对比前代Link设计为通过一块挡板滑动开启, 新一代C104则是更实际地采取按压弹簧向下开启的模式。 同样, 更贴近实际考量的模块式显示屏, 取代了Link款, 未来设计感十足, 但相对工艺造价要求偏高, 融合于车体的宽大屏幕。 更有存在感, 更符合道路规定的头灯, 取代了前代比较细小的条形LED概念化灯组, 相信实际照明效果又会相应得到提升。 就这样正当一切都向着似乎可以直接量产的方向发展时, 失望也突如其来, 原本在前代Link上作为主打卖点展示的质感尾灯, 莫名其妙地不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得到升级的衣服。 BMW将万物互联的概念扩展到了骑士的服饰。 正常状态下是一件休闲减缠的帽衫, 防水、保暖、高弹性, 适合日常使用。 可一旦与机车联通, 就可以立即激活, 复合在后方和侧方的指示灯光。 骑士可以通过袖口内部的传感器来自定义选择灯光颜色偏好。 更夸张的是, 在这件衣服的一个内侧口袋, 内建了手机感应充电功能, 滑入口袋即刻充电的方便酷炫, 实在让未来通勤更具生动的演唱会感。 鉴于已经有政府为单车骑士LED服饰开绿灯的前车之鉴, 也真的说不准, 未来道路上就是充斥着这样的光污染的。 接着来到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2019 Next Gen车展庆典上, 同样是BMW品牌, 展示了旗下Vision专案框架内的一部电动概念车款, Vision DC Roadster, 面对汹涌而来的变革挑战, 基于BMW如果电动化, 品牌标志性的全机手水平对置隐形的设计方案将如何演变的问题给出了预览。 虽然由纵向垂直安装的电池组联合下方圆柱形电动马达, 取代了原本的内燃机双缸, 却仍然选择搭配经典机械式轴传动模式, 将动力传递到后轮轴。 对比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电动二轮比较简单的后轮孤马达模式, 在中心配比与操控性上, DC Roadster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 由于不再需要气缸盖、机桶和活塞, 它们的位置已被一对冷却元件替代, 从而在视觉上填补了原本由全机手发动机所占据的空间。 安装在铝制框架中的冷却元件, 在启动时会略微向外张开, 以表明车辆已准备就绪。 传统的机车车架也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洗销加工的铝制车架, 以减轻重量并改善视觉美感。 车架的顶部一梁一路延伸到车尾, 并在中部形成座椅单元, 最后上扬的末端和LED尾灯融为一体。 极简主义风格的U型头灯选用LEDDRL配置, 并以透镜材质和尺寸, 区别日行灯、近光和远光效果。 极具革命性的悬吊部分, 得以于电动化的轻量特质BMW, 得以在气节上经典地保留了十足的机械感触。 前悬架使用的DUO-LEVER悬吊, 由单个避震器通过一对托臂安装在车架和前叉上。 后部单侧可调式避震结构, 贴合紧致地装载在后摇臂梳肘的另一侧。 制动部分, 前双后单的叠盘配置, 采用Magro拉杆Brimbo卡钳的组合。 值得一提的前轮卡钳, 完美隐藏在前叉内侧, 搭配叠盘上BMW M-SPOT挥标形状的镂空刻画, 连同水平搭载的前后制动油泵, 体现了这款DC Roster在细节上的考究程度。 轮胎采用MEDZELLER特殊定制光头台, 侧面左右各有五个邮票大小的荧光部件, 可在夜间骑行时产生一定的视觉效果。 至于电池的充电和续航规格, 电动引擎功率以及电子辅助, 都还有待观察后续的发布与进一步确认。 仅从已知的情形来看, 这款概念车在经典机械传承 以及未来科技设计二者之间, 达到了绝无仅有的平衡性, 实在让很多蹭热度的设计相形见处, 让人不得不称赞BMW扎实的品牌底蕴。 这支影片就先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 这里是P17, 我们下次见。